经济 数据 人物全记录 财经部落格 这里是中央恐怖电台 生产于台湾中部台中市和平区的新兴礼 因为品质细致多汁香甜受欢迎 今年中国大陆的业者再次下单订购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台中市农业局副局长张龙仁张副局长 介绍台湾的新兴礼在大陆销售情形 以及未来如何进一步妥销 副局长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副局长张龙仁 副局长您可以先跟听众介绍一下 我们台中和平新兴礼有哪些特色 它口感又是如何呢 我们台中和平新兴礼它的一个特色 主要就是说各位应该都知道 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新兴礼 它主要一个特色就是 它必须要进口这个离税来嫁接 那嫁接之后 那经过我们农民的细心照顾之后 那每岁它不要留很多 大概三到四颗 所以它那个果实 就会比较漂亮 而且它必须要套袋 这个跟其他的鲤的产期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它种的地方是在高山地区 它日月温差很大 所以它的甜度就特别高 那经过我们测试 那至少甜度都能够保证到11度 我们的农民 他们说了 这个新兴礼它的口感就是说 甜中带酸 那甜中带酸的时候 那就特别适合 那我们夏季 夏天的时候来吃这个鲤 你如果很甜的话 夏季吃它不会觉得很好吃 所以这甜中带酸反而适合夏季比较开胃 对 副农长另外就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当初 就2011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开始 我们的台中的新兴礼可以销往大陆 当初是接下来的过程销售期期是怎么样的 这个要再往上谈久一点 那个台湾礼 这个进军中国大陆 大概就是我们国产礼 大概农委会 在民国98年 跟那个大陆就签署了一个 海峡两岸的农产品检验合作的一个协议 那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除了了解两岸农产品 农药产流检验项目不同的问题以外 那就想办法说怎么去解决 有效加速农产品的检验准入的申请 那其中历经了两年的辛苦 在我们这边的农阳署 黄简级还有大陆方面的检验人员的努力 还有资产之下 那大陆方面就在100年12月25日 就同意将台湾的这个礼 内入第23项准输入大陆的这个产品 那这样这个对台湾 尤其是台中的礼的产销 提供了相当大的一个注意 所以一个方面是开放 那这个检疫它加速是不是通关跟销售 对于水果也是有很帮助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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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开启了 我们可以进口到大陆的一个通路 所以我们在马上 我们就在当年的12月27日 就有台中市的副市长 蔡副市长到这个辽宁沈阳市 那就主持了一个包括田市的一个季的发表会 那28号我们也在大连就主持了一个台湾离山 清雪里的首航 大连口岸继台湾水果直销 东北市场启动的这个仪式 那我们台中和平区的这个离山的鞋 因为那时候是12月嘛 12月只有鞋梨没有新鞋梨 那就开第一批 就开启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产梨 行销到中国大陆的大门 那另外一批 那当时另外一批也从厦门 那去到那个北京上海 那一年大概销售了26公吨 这是我们那当年的努力的结果 双方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可是这样努力的结果 不晓得大陆当地的消费者的反应怎么样呢 当初的消费者的那个反应 他对我们那个高阶里的 带去的这个雪梨 口感反应是非常的好 他讲说跟这个乡里的这些品系 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不不一样 根据当地的一些消费习惯跟口味 副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些外销的梨子 它在大小或是外形上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选择呢 当年我们到那边去试交这个雪梨的时候 因为我们雪梨 它的那个大小 本来就是比较属于大型的梨 那当然大陆那边对我们的口感是非常的好 可是它就是有一个习惯 它那个大梨的话必须要 因为大梨必须要切开来吃 大陆那边的习惯就是说 那个吃梨子它不能切开 分离是不是 它就会有一个分离的习惯 包括我们到上海去也是一样 上海我们也 去年我们去试交的时候 他也很明摆地告诉我们 这边的消费习惯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切开来吃 我们的习惯切开来 大家来吃 大陆这边就不一样 就不想要切开 不想要分离 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说 那我们就把它大小 把它选择适合大陆市场的 大概每颗差不多平均 330到410克的大小 这样子的话 可能那边就比较喜欢这种大小 就是一个人大概吃一个是刚刚好 对的 他一口就不用再去分离 虽然当初我们跟市值放在一起 一起销售 那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四部分离 但是毕竟双方的消费习惯还是不同 对 因应当地的一些消费习惯 做一些行销的改变 副市长 那怎么样让当地的消费者 可以认识是台湾的这些农产品呢 这个部分我们台中市方面 做了一个努力 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像我们的经济部的商检局 登记完成的这个台中市有子农特产品的标章 所以销售到国外的这些农产品的包装上 都会有这个logo在上面 那除了这个logo以外 这个logo主要是告诉消费者说 这个是台湾台中所生产的农产品 那另外要更进一步的让消费者保证 我们再做一个QR Code 所以他可以去追踪 可以追踪这个产销履历 对对对对 他可以追踪到我们的产品 到底是台中的哪一个产区出来的 所以消费者可以知道自己吃的是在哪个地方产出来 然后预销过程是怎么样 吃起来更安心 对对对 那有台中的这个柚子农产品的这个标章 那消费者就能够保证他的那个食品的安全的部分 另外可不可以请副局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说 我们台中的生产的离子呢 我们消往大陆 在近几年我们会成长的一些变化 大概会消往大陆哪些地区呢 有有有 这个经过我们这样子两年来的努力 那今年我们重新新的包装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四核大陆的那个大小 就是一核两粒的这个包装 那当然上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的标章 QR Code都有 那我们议定今年要销售25公吨 那销售的地点主要是北京还有上海为主 那未来的话有没有希望往哪个方向发展 或有哪些的也希望能够推广到对岸去呢 今年我们用这样子两粒的这个包装 我们先在上海这个比较高消费的城市 还包括重庆 这高消费的城市来做一个推展 那我们希望如果今年的销售成果不错的话 那我们明年再尝试再增加这个量 因为台湾的这个鲤 它的那个产季是跟大陆不同 我们是比较早 其实全世界在这个时间有鲤的 大概也就是只有台湾了 那大陆那边它的鲤的产季是比较往后 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量多一点点 无所谓啦 对我们希望能够再多一点点啦 但是我们也要顾及台湾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量 所以两边市场我们都要满足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价格方面 还会让大家觉得说 嗯这个好品质又好价格 对是 傅先生你刚刚谈到说在全世界还讲的话 我们台湾的鲤是比较少上市 这样的话在市场销售上也占得了一些先机 对所以这样才有市场的区隔 如果我们的产季再往后的话 我们就知道大陆是主要鲤的产季啊 不同的口味啊 多样化的口味 如果我们在那时候到大陆去的话 就会跟大陆那边的鲤 互相冲突 大概销售情形也不会很好 是所以我们台湾中部台中地区产的鲤 不光光是甜美多汁 也可以让各地的消费者可以先尝鲜也尝鲜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台中市农业局副局长的张罗仁 张副长为我们做详细的消息要说明